在去年史安风暴的情况下 台湾大动物兽医师龚建家 搭起了一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 靠着本身是乳牛兽医的身份与专业 与洛农一同从源头控管饲养水准与品质 成立了一间鲜乳企业公司 提供消费者更多元的鲜乳选择 所以我们会很骄傲地说 我们是一个从低频由群众而生的鲜乳 因为如果不是当时大家的支持与赞助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生产出低频的鲜乳 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很明确的诉求 包含说我们是百分之百没有做成分调整 那我们每一瓶牛奶的来源都是很清楚的 是单一牧场来源 你可以回溯它的牧场来源 再来就是我们希望用公平交易的方式 让洛农能够享有更好的一个利润 再来是品牌联名 能够让洛农同时能够曝光 让大家知道你喝的东西从哪来 也让洛农有机会能够走出来 那最后就是我们在鱼鱼回馈的部分 希望能够让乳牛兽医这个环节 能够获得改变 这个教育的部分能够提升 然后形成一个医疗团队 事隔一年 品牌的目标以及宗旨 让消费者大力支持 为了提供更稳定的优质乳园 最近宣布在与云林县轮备乡的 嘉明牧场合作 帮助牧场生产自由的品牌牛奶 除了提升当地落农的牧场知名度 也确保源头品质 让民众买得安心 每一瓶 每个牧场的饲养方式不同 乳品质表现也会称之不齐 所以最后的这个平均 就是我们平常喝到的鲜乳 那我在现场工作 我发现有些落农更认真 品质更好 然后动物福利照顾更好 更仔细 那他们的奶是无法独立 让大家喝到的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直接单一牧场 单一来源 所以你喝到的每一瓶牛奶 都是可以追踪的 除了这次品牌 在与本国落农牧场合作 也与设计师聂永珍合作 设计瓶身包装 并且推出小巧水生瓶 让民众方便攜带 也希望藉由重视产品安全的理念 可以将健康的牛奶 推广给民众 也扶植在地的落农产业 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问君采访报道 中佳有限电视 熊精菜